大家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片 記得按訂閱 最後按鈴鐺 今天是7月12日 星期五 小珍活 早上下了一場大雨陰陰天 出來逛逛街 下到下環街 逛逛街 逛逛街 下環街 以前一條海灣 有一個哈摩石 潮漲潮退 就會發出聲音 後期 由於 田海造地 這個哈摩灣 下環街 一帶 都變成內街 所以下環街是彎彎曲曲的 因為當時這裡是海灣 有位朋友 叫肥坤走下福德 新街 我們來到下環街 福德新街 一邊是水手邪行 一邊是福德新街 福德新街 每一天 排洞出來是禁止交通的 有很多朋友 街坊都不遵守這個符號 有不時有電單車 衝下來 走上去 幾危險 以前石仔路 很窄 現在就寬大了很多 也有很多新的舖 也有舊的 也有些傑作業 也有些新開的 福德新街 可能有個土地廟 所以叫福德 這裏走上去 就叫做下環政街 上到這隻教堂 講一下下環街這一帶 當年蒲國人來到澳門 第一個打交道的 做生意的 跟下環街的華人華商 做買賣的 當年下環街 又是碼頭 貨運的 集散地 也是貨運 後期這裏 有很多 鴉片館 鴉片創 所以一帶都幾 挺聽旺 我們今天由這裏走上去 封信堂 這個中數是 是下午餐 一時 太陽沒有太猛 下雨 始終是熱的 今天氣溫仍然很高 可能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下幾天雨 會清涼 這裏 這裏有很多行 很多圍 很多圍 很多里 有時間慢慢走 這裏都挺好走 橫街窄巷 還保留 還保留了很多舊式的 大樓 大樓 舊屋 亦都有一些 很久的日子的店 舖頭 士多舖 電器修理 有些是賣百貨的 這裏都開了很多 淘寶店 在這裏拿貨 這裏都很多 品品 我們一路走上去 就是 宮順堂街 這裏叫下環靜街 當年這裏是石仔路 我記得 這個路口 上面 這個位置 還有當 車仔面 很多人都不光顧 說一下 又不見了很多年 我們一路走上去 持有中學 我們一路走上去 持有中學 由於下環街 這附近的馬路 都會維修 那些車 踏踏轉 下環街的馬路 還有一段時間做 尤其是暑假 周圍都會大塞車 我們來到聖魯寧座堂 這裏都是叫封信堂 這裏都是叫封信堂 走開前面就是政府總部 即是以前的奧督府 即是以前的奧督府 後面 政府總部 去到路口位還有一兩間 舊式的店 你出名一下 一間是何開記 一間是賣麵包 多穩固 開了很久 很多店鋪都結業了 這條街 尖西的麵包都幾古老的 吃回以前那些 小朋友吃的麵包 即是童年的麵包 那些品種都很古老的 那些品種都很古老的 我們轉進去龍宋街 這裏是觀印局以前的 現在就改了名字 這裏有幾間餐廳 都幾出名 很多政府員工 吃飯時間都會光顧 都不時都坐滿 一辣幾間 以頭一間 最火爆 最火爆 我們繼續逛龍宋街 講一下新聞 看一張報紙 是澳門人口 是澳門人口 60萬 勞工有18萬 那個數字都幾厲害 18萬 很多行業都是勞工優先 所以形成澳門有很多 很多行業都不聘請澳門人 尤其是飲食業 大部份都是勞工 在這裏打工 近日澳門很多店舖 關門結業 對澳門的朋友 都好像麻木了 因為 關係的 不是自己本身的利益 而是勞工的利益 大部份都是勞工在這裏打工 那些餐飲業 結業了 送外賣的車手都少了生意 賺錢 我們來到巴掌圍 劇院 東南亞第一間戲院 江頂戲院 這裏有 兩三間 舊屋 以前是很有名的 屬於陽行 印度裔 開的 駕心陽行 我們到江頂劇院 我們到江頂劇院 排排了很多椅子 很多朋友上來打卡 今天不是假日 不是假期 很多朋友都上來打卡拍照 那樣 現在聽歌就沒有了 聽粵曲 小調 以前這裏還有 煙霧看 沒有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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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周圍 這些建築物都有 實際 在這裏 那裏 都沒有人看的 沒有人看的 那裏 這裏也有裝修 弄得漂亮一漂亮 點幾鐘 很多朋友都出來吃午餐 那裏就開始又上班 這裏也有很多舊的建築物 這裏也有修院 又有河東的圖書館 又有天主教的教堂 這裏也有很好的環境 這裏還有一間 購製會 到時到後很多朋友來 拿購製品 當年 即是以前 六神父那年代 這裏斜樓落到東方邪行 以前這裏有間英文書院 建築物就沒有變 用途就變了 行政中心 以前是石仔路 現在是水泥路 落到東方戲院 今天我們走一下夜摩街 我們走回夜摩街落回去 夜摩街還有一些舊屋 但是還有很多都拆了 或者是危漏 這裏有間警察局 對面還有一間車仔麵攤 沙啡檔 做街坊生意 這裏都是很多行 很多圍 很多理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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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都變了樣子 這裏是夜摩街 夜摩街這條斜樓都頗邪 現在旺了很多 有間頂店 有間頂店 如果沒有間頂店 真的好靜 這裏都有間頂店 在街坊上 這裏有間頂店 很多人開店 有間頂店 這裏是紅窗門 看過去就是華僑堡 以前這裏很多酒店 白宮亞洲 很多酒店 我們下一集再見 也有很多製衣廠 這裏是紅窗門 很靜靜